欢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知道在2009年西雅图秋季大法会 身佛宗的盛世 那就是连生活佛首次传授孔雀明王大法会 全世界的弟子都在9月5号之前 陆续地赶到西雅图 在灵物中心早上7点钟就有人来排队了 楼上楼下坐得满满满 而圣尊连生活佛10点钟准时抵达现场之后 立刻为排队苦后签名的弟子签名 这一次的书名非常幸运 因为只要有一本磨眼就可以得到磨眼的T恤 这是限量的纪念品早就抢光光 而且大型佛教文物这一次还配合 卢圣燕布施基金会的成立 特别把孔雀明王相关的佛具文物 义卖全额捐给卢圣燕布施基金会 而这笔款项也将全数地捐给 台湾的华光功德会 帮助莫拉克风灾的灾后造桥使用 所以在法会前 整个会场就是爱心满满 吃饭还是要不要 我们来一个人来 吃饭 幸福的 你再一起打 吃饭 幸福的 快乐了 掌声掌声师父好不好 谢谢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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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因为已经盖好庙的功果圆满 这是师尊的意思我不知道 师尊的意思我不知道 师尊说你应该出嫁来 然后你就 我就出嫁 然后说今年这个时候 对本来是想预算到开关的时候 那你穿黄银子 阿弥陀佛 有法号吗 待会就知道了 待会就知道了 恭喜 我们家师姐了 我们家师姐了 在厨房帮忙 他也会出家吗 不知道 在英年 恭喜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王国的连生失敌风 这次西雅夫秋季大法会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 廖东周先生也亲自立临 诚恳的致意令人印象深刻 李障司在司律的带领之下 两个礼拜以前 参加了也可以说是主判了一场 为台湾这一次莫拉克风灾 慕环的慕环队 就在我们西雅夫的桥六中心 当然有办法 还有我们西雅夫的台湾商会 在场我们周董事长 跟国会商品对战 在他们努力之下 那一场慕环队 总共募得了十万七千美金 当中 包括刚才 如柏欣总裁 为大家提到的 就是我们国事基金会 开捐的两万美金 这样大的一笔数据 到目前来讲 在我们所服务的西北区六中 各界的天线里面 算是最大的一笔数据 而这一次出家界的仪式当中 我们也很特别地看到 参禅开悟的莲花静魔师姐 以及一人承办盖起德州三轮雷葬寺的宋显郑师兄 他们正式出家 而且当天被封座上师 这里面有两位 一位是宋显郑 表廉郑 他个人 在那个达拉斯的地方 以自己的力量 建议了三文雷葬寺 那么这个雷葬寺呢 在全美加来讲起来 应该目前是数一数二的 也就是 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 不是第一大就是第二大 不是第一大 不是第二大 不是第二大 那么他也被认可为 黑色的莲花童子 那么被认证为黑色的莲花童子 出家以后 他自然就是上司 另外有一位 杨敬佛女士 出家以后法名 连这个府呢 是浮城的 浮城的 浮城的府 他自己呢 在修行的过程中 自行开育 被认证为蓝色的莲花童子 他出家以后 自然 他就要受 阿西雷先当上司的冠冠 我们在这里啊 勉励各位 这个 以后的出家人 他就被认识我了 他在那里 云露花童子 根本上司 就被认识我了 你